似乎目前在宣讲《无量寿经》时 常常会说 这一段在这里暂时不说 留待讲《华严经》时再讲 是不是要尽宗学人 再深入《华严经》 如是则于印门深入有无底醋 恳卿似乎慈悲开示 你说的这个话可能说过一两次 我没有常常讲 没有常说 古人讲过 《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 这个话说得好 这个话说得我同意 我承认 正因为如此 我过去在台湾讲过十几年华严经 我不讲了 专讲《无量寿经》 为什么呢 《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 后面还长麻烦 现在在此地跟住一家《华严经》 使出家在家的同修大德 找我找的次数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推卸了 我没有办法推卸了 才答应 那么他们的意思也很好 都告诉我 这部《华严经》是法师 你一样不肯说 恐怕以后没有人能讲 这个话我不敢当啊 但是 其前的人这么多 我说好 我讲一遍 主要是把落相带留下 提供后学 做个参考 那么诸位呢 大概也听了不少了 设计上 我们用的时间不少 讲的经文并不多 可是我讲的方法 完全落实在日常生活 工作跟厨师带人救 那么世尊在《华严经》 适不适应这样教导我们呢 给诸位说是 一点都没错 华严经界 就是现代人所讲的 多元文化 你们展开华严经 看多元文化 不分过土 不分宗教 不分足力 不分义政 完全平等 平等征法界 怎么样入华严经界 其实华严经界 就是一征法界 华严经界 就是清净法身 我说过 我们的心 跟虚空法界 何而为一 虚空法界 是我心 我们的身 跟法界 一切众生 过土 融合为一体 这叫法身 这叫法身 神是法界相 在法相中里面讲的 法相 法相是我的身 法性是我的心 你如果能 你如果能常坐 如是观 你就如发界心 你如果能常坐如是观了 你就如发界心 我们常常想 虚空法界 是我的心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过土 是我的身 绝不以为 这个身 是自己的身 众生 过土 是我的身 这个四十真相 就是 法身 菩萨所正的 我们先开始修 就是观想 哪一天观想成了 成了就是 你完全融入 完全其如了 那就恭喜你 你正得情境发生 你的地位超越了 最低限度 你是原教 初诸菩萨了 你不但超越六道 超越十八截 希望大家常坐如是观 你看世间人不常常说 心想四尘 你不想就不会成就 你想就成就了 想佛就成佛了 想菩萨就成菩萨了 想发戒心 想发戒身 你就证得 清净发身 观想在我们佛门 是重要修学的手段 感谢观看 非常非常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